这是迦赫美封神的时刻 同时也是迦赫美最帅的豹甲 经过上次的挑战过后 虽然在昆虫仪的毒打下 迦赫美侥幸保住幸运 可是由于身上的伤势 她只能躺在病床上休养 不料在甲和修医走后 那位尼泰成她的一虫 竟然主动地上门袭击 好在天道及时到场 在指出一虫身份的同时 随即练身骑士的姿态 这时一虫把天道撞出大楼 天道见状进入豹甲状态 同时立马开启声势化 接着天道一波猛烈的进攻 很快在片刻的战斗中 把一虫打无法反击 紧接着天道发动骑士踢 眼看有一虫前来碍事 天道用武器疯狂射击 随后从武器中取出短剑 以一波华丽的连续斩击 瞬间解决低级的一虫 但褪皮的那只完成逃离 与此同时另一边的尹山 正按照计划进行报复 然而正在这关键时刻 尹山收到上级的命名 示意她取消此次行动 随后出于精心的准备 尹山找三岛询问情况 可三岛表示凭她的力量 不足以消灭巢穴的一虫 如果她非要坚持的话 可以拉上间歇一起去 同一时间庆生的神代剑 因为宴会主厨的选择 便选择餐厅进行宴会 可神代剑实在太高傲 表示上次这样的小地方 还是为她的狗庆生 这时研究美食的天道 让管家检验她的成物 可由于天道尊敬管家 管家尊重起神代剑 致使两人断层产生冲突 另一边重伤的加赫美 很快从沉睡中恢复清醒 为让加赫美安稳休息 地旁的甲主动表示 巢穴中确实全是一虫 组织会坚持爆破的计划 但加赫美依旧不相信 甲剑状只好试图阻碍 不料修一从幕后走出 直言她确实是一个笨蛋 正在加赫美振作的同时 另一边就餐的神代剑 由于毫无社会经验 当小区提及食材是边角量 以及食材来源于超市时 神代剑还以为很高端 搞得众人都很是震惊 并且更让人震惊的是 管家竟然用叉子结账 还让小区不用找零钱 片刻后尹山找到神代剑 却意外想起曾经的阴影 好在尹山指出任务 是以神代剑迎战一重 可神代剑非要听生日歌 致使尹山以和谐的效果 把神代剑混到潮雪 但神代剑的全部原则 把尹山气得当场发飙 利用两人争吵的事机 加赫美驾车向潮雪重去 不料一重突然现身 一击把加赫美打落地面 正在这危机的时刻 想要消灭一重的神代剑 以及完成变身的尹山 纷纷进入到爆甲状态 接着尹山直接发动大招 以一波华丽的连续突刺 瞬间解决不少的一重 但依旧有一重接踵而至 致使尹山陷入武战 由于身体中沉睡的野兽 神代剑变回原来的本体 开始在潮雪中四处游荡 趁着双方交战之际 加赫美很快找到小城 然而正在同一时间 有一重突然现身此处 无奈的加赫美随即逃离 却发现一重很多的猫 以及另一只褪皮的一重 好在这危机的时刻 天道变身骑士的姿态 接着天道立马报假对决 而加赫美则带小城逃离 不料在逃离片刻后 遇见之前拟太的一重 加赫美见状化身真男人 并在一重现出原形后 用地面的钢管与其对决 谁料还未坚持数回合 反被一重击倒在地 见加赫美失去用处 小城表示之前放过他 就是希望他能推迟爆破 既然现在他无法完成 也就失去存在的意义 说完后小城恢复真面目 紧接着两只一重捕刀 打得加赫美只剩一口气 不曾想两只一重走后 伴随着其父流下眼泪 三岛突然出现在此处 同时用昆虫仪的腰带 给加赫美补充生命力 随后加赫美展开行动 找到骗取信任的小城 直言绝不会原谅对方 最后随着加赫美的召唤 号称战神的钢斗昆虫仪 直接飞到加赫美手中 此时两只一重恢复原形 主动朝着加赫美攻去 但加赫美张显无敌之姿 瞬间把两重击倒在地 随后加赫美释放破坏炮 把一重攻的怀疑原神 紧接着加赫美宛如战神 即使是一一敌二的局面 也能在击退一重的同时 迅速衔接破坏炮的连射 轻松解决其中的一只 此时迎战一重的天导 忽然撞见原形的神戴剑 然而双方刚展开对决 天导也首次陷入抵战 好在几回合的战斗后 神戴剑成功压制本性 再加上一重前来背锅 便迅速逃离战场 而失去对手的天导 很快一脚光速骑士踢 轻松带走之前的一重 接着天导援助加赫美 而天导听到熟悉的声音 转瞬间知晓她的身份 这时一重显露出人形 请求饶恕自己的生命 致使天导想上前解决 好在加赫美拦住天导 获得处理小城的机会 紧接着加赫美开启报奖 随后加赫美开启声势化 接着拿起肩上的双刀 不断地朝着一重挥舞 伴随着场上的火花四箭 很快在短短的数秒中 把一重打得瘫倒在地 此时勾起偷生的一重 仍然想向加赫美求情 但加赫美的一下斩机 忽然打破巢穴的楼板 因为之前的小城说到 梦想是看到天空的彩 眼看小城的心愿满足 加赫美拿上小城的物品 想送小城最后一程 可小城依旧死心不敢 一套拳脚相加的进攻 把加赫美打倒在地 见小城仍然不知悔改 加赫美随即驱动昆虫移 正在战斗结束的同时 巢穴外的影山下达命令 随机在一重挽的区域 瞬间引起大范围爆炸 好在这危机的时刻 或许是小城的良心未敏 小城用生命保护加赫美 结束眼前的战斗后 望着加赫美悲伤的样子 天道表示他还真是天真 可加赫美却反驳地说道 他只是喜欢做他自己